玩具TV,我們很久沒來這個場景 其實我很喜歡這個場景 很喜歡 燈光是非常之... 打出來拍人也好,拍換腳口全部都很清醒 還有這個格調 主人也好,有些異常氣氛 笑笑一下 今次說什麼呢? 今次帶來就是這邊 我35週年為四項列的產品 原來都35週年 其實跟追到高大 基本上它是差幾年 對,基本上你去年紀老賣 你就開始發現自己 原來已經又老幾年了 之前可能是25年 30年,現在到35年 這個內容很唏噓 不要說這些了 學德哥所說也是後追 前面這四隻就是今次 35週年這一層裏面的產品 我看到它的配色很有趣 除了大色轉了之外 它上面怎麼會有些類似 迷彩間的東西 中間那兩隻就是亮點 就是… 這個俗稱是2D版 喔… 即是有些人手作高達的 就畫了一些陰影 這個由龍珠發起先 龍珠 Masterpiece 那些 然後很多東西都變成這種動畫迷彩 都挺新鮮 因為好像很少看到 是會投入去做… 變形那麼多 變形那麼多 是很少用這種方法去處理的 一來另外就是很少看到 除了龍珠的產品之外 其實好像沒怎麼看過 真的有做產品 是這樣做2D式 有些朗膠的玩具 但是… 一些這麼複雜的組裝性的玩具 看到這樣的2D式 好像是第一次 對… 所以是比較特別的 好了…我們事不宜遲 看看那個盒子 唯獨… 你看到中間這兩個 就是奧帕文和麥加頓 奧帕文的盒子 就是一個海報樣子 還有卡丹尼有一個… 這個動畫式的樣子 這樣就…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它是不是為了30周年 35周年特意做的盒會來的 即是不同舊那個… 即是如改式版之前的盒會 改式版就… 旁邊不是35周年 喔… 看一下 兩隻東西先 奧帕文和麥加頓 先看奧帕文 先看奧帕文 轉個圈面看看 好可愛 我覺得它那些… 有點像拉花的樣子 又有點像… 有時候大家玩的那些 卡丹尼的高達呢 它就是那些電腦迷彩的樣子 真的… 好可愛 真的好可愛 即是你這樣看會覺得 都挺漂亮的 而且它… 它撞的顏色 例如這樣… 天藍色撞白色呢 其實… 它取代了銀色 但它這個顏色又挺漂亮的 其實撞出來 更外乎是… 這些車窗都很有趣 是的 因為這個車的車型 都挺近G1的… 正方形車頭一樣 所以都挺特別的 玩起來上來 而且它撞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即是它… 在它那個… 它那個原色裡撞的淺一點顏色 它撞出來的效果很好 即是它選擇色都選擇得很好 好 接著就看麥加登了 麥加登的配色 就更加接近G1的樣子 你看到… 它有些是白色灰色的… 麥加登有三個顏色 還有那個白色上面 是… 即是一個… 一個深灰、一個淺灰、一個白色這樣 很有型 我覺得它的迷彩那個… 很有玩味 但它… 它不是限量版來的? 即它們這些… 它應該… 應該是市面都可以賣的 喔… 但是就… 35周年就會搶壽一些… 但就已經推出了 嗯… 張梅看出了 接著就… 另外有兩個是… 改色改帽的… 角色啦 這兩個啦 就是… 就是… 藍… 藍霹靂和這個… Soundbuster 那… 其實呢就是… 音波死… 死後的強化版 又在原著裡面 今次呢 就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去演繹出來 但它已經不再是變那個3機了 是啦 它不是變3機的 那就變登主 變成這個戰爛的樣子 嘩 但我覺得它… 這個色是比原色更加漂亮 我也覺得… 它的黑色看上去 好像混了一點點銀 即是… 有一點金屬味在上面 還有它那些… 它獨特的… 這些… 這些積呢 配合黑色 我覺得是比較順眼一點的 噢… 它原本那些也有一些… 都有這些積的 噢… 那它是配合黑色漂亮很多的 對 它做起來有點像… 是不是它在做戰損呢 其實它那個方法 類似啦… 另外這個… 是比你的車 它改帽呢 改了多了這兩件… 肩炮的造點 原本呢… 前文修是沒有的 它這個車型 由白色變成銀色之後 浪費了很多 對… 它那是景車 原本呢… 原本就改了很多 對… 而且它原本那一輪是透明的 感覺上好像不夠這個… 實色綠漂亮 即是這個… 現代感重一點 你覺得買回來 嘩…都挺正 而且我很喜歡… 它後面這個位置… 對… 透了一些內扣上來很漂亮 透黑之後 它裡面再噴一層銀色 令它透了一些內扣 感覺上… 比較成品一點 這個東西都… 真的很漂亮 好啦… 那這樣…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就一起變形變造機械吧 好呀… 好呀… 好啦… 那就變完了 你眼見呢 現在就變成機械人的形態 其實也很好變 我發覺原來… 你只要變過一次 你之後發覺 不看說明書 粗暴一點點 是會快很多 這個上色 看到這麼多人 我覺得它在車… 我覺得車的感覺 好像比… 變回機械人的感覺 因為可能那個… 那個… 那個腰位呢 變成白色之後呢 好像是… 這個版本是漂亮一點的 但它車的時候 就是這個白色的版本 它很漂亮很多 不過我… 我自己也挺喜歡它 那個車窗 是真的看起來很過癮 而且呢… 我現在才發覺呢 原來它連武器 它本身也有做這些奶化 對… 武器也有做 它看起來有點像那些… 戰紋 就是那些人… 踩面上那種戰紋 甚至乎… 除了這把褲頭之外 它連槍… 這位置也有 是挺有型的 對… 對… 機械人來說 做這一種… 塗裝是挺有趣的 而且它頭這個… 這個奶藍色 很有趣的 我們看看吧 那麼… 胸口最主要呢 就是那個… 透明件就沒有了 變成… 這個卡通色 腰的位置呢 灰色全部都變成白色的 特別是面子 其實它也有做那個… 畫了一筆的 哦… 就像這個… 動畫的樣子 但我看它整體呢 我想是不是… 可能那些上色QC比較好 因為呢 它舊版這些有少少非有的 我看它新這個 全部撿回來了 其實我覺得新版 它有武器 上高也有少少調教過 感覺上去 實正一點 實正一點 可能是 因為… 可能它吸取了上次 可能有些東西差一點 有些人說過之後 它會再撿過 不過我… 我…我自己最喜歡 是它… 那個顏色上面呢 就是可能舊版那個 啤膠色的 那個膠味比較重 但是新的那個 就好像… 它… 因為混雜了其他顏色之後 你看起來就會好很多 那如果是… 我覺得今次這些水呢 波帕文和麥加登這款 這款版本呢 就絕對… 就這麼厲害了 然後就來到麥加登了 麥加登就真的還原了 G1的顏色了 整個版本呢 我覺得… 反而是比之前的更加套好 那種感覺 其實我… 比較有興趣 如果它出了… 玩具版那種 胸口的拉花就正了 它這個造型 其實是在… 即是有網套卡通片裏面出來 還是它們特意設計的 其實衛城這個系列是先有玩具的 卡通片好像出鏈才有的 噢…即是遲些會用這個造型出鏈嗎 對…會出鏈 噢… 現在買好才差不多 對… 接著就看看下兩隻了 SUNBUSTER先吧 那它的配色呢 就跟音波就完全不一樣的 SUNWAVE 那… 那就… 變成了黑色 還有這個… 橙色 其實… 其實是… 最亮點的改模 噢… 凸了出來 因為… 根據舊玩具也是一樣的 SUNWAVE 就有一餅帶 SUNBUSTER就有兩餅帶 那我就試一下 但是它的餅帶 即是它這個版本 35週年版本 有沒有出帶的 嗯… 之前有出過 就出過… 光尿啊 噢…但它不是35週年版本 即是… 即是上一個版本的 那它就可以打開 應該可以擠到兩餅帶了 現在就… 噢… 但是燜出來 就可能有點難度了 噢… 現在就擠到兩餅帶的 原本只有一餅帶而已 但是… 你拿出來吧 我想要有一點點技巧 才燜出來 這個… 遲一下才搞 然後… 還有它也多一些紅色的配色 尤其是眼睛 都是用透明件紅的 我… 我…我最喜歡 這個配色多於SUNWAVE 它很多東西都很sharp 那些顏色 它用一些… 即是透明橙啊 這些東西都很sharp 好了…到藍霹靂了 你看到這個呢 這個呢 就很接近… 即是G1的造型 然後… 就多了兩支小窗 這個黏著它 來… 按了一下 多了這個配件的 對比起來說呢 這些圖… 由原本… 透明的圖 就變成了 這個實色的銀色 和黑色 配色上… 我也喜歡這個配色多很多 因為… 感覺沒那麼膠 對… 我也覺得好像沒那麼膠 它那個銀灰色出來的效果挺好 有點像噴出來的感覺 所以… 對… 整體看上去就… 沒有一份膠味 對… 對… 這隻來講… 這個模具呢… 就比較偏向… 細小一點的… 就沒有那麼划算 這隻感覺上… 噢… 它的價錢差不多… 這個不同的… 這個便宜一點的… 就是… 這個… 透明件 還有它的窗… 這個是多… 對… 因為它… 因為是警車來的 那就可以拆下來 拆到這隻窗 這個就是… 都是明顯的分別 這個便沒有了 但這隻窗呢… 就是上了銀色 那其實… 感覺都好玩很多的 其實… 如果這些都上銀色就正好 對… 其實應該一次過做完 如果上了就… 就非常好 不過… 其實現在我都感覺上… 他們… 會噴油的地方都越來越多 對… 那些… 產品質素原來越好 就是… 去到… 都快到尾聲了 可能出賣龐龍之後 都快到尾聲了 那就是… 希望它再出多些… 我們… 想出那些… 未出過的… 的… 角色 很多的… 三邊都來的 大火車啊 或者是星星那些都來的 這樣就等著玩了 是啊 但是幾錢左右的… 即…它的價錢不會有很大分別 這些二百多… 噢… 就算它新版這個多了顏色的版本 都應該不會差 應該就不好 對… 其實真的很划算 我經常都變得這麼便宜 對… 因為它特地有樓 還有這個… 那個… 造型真的很好 對… 你… 你… 你玩下去就會覺得… 這些東西很難難… 所以… 那就下次有機會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